国评公布奥运名单 相信拿下男女团冠军的概率都很大 马龙第四次出战奥运会 而他目前已经是中国奥运历史上金牌最多的选手 所以我们耐心见证马龙斩获奥运第六金 成为中国体育历史上首位奥运六金王 孙颖莎建制女单冠军 莎莎去年已拿下士兵赛女单冠军 今年拿下世界杯女单冠军 所以本次巴黎奥运会 孙颖莎有望成为国评新的大满贯得主 陈梦如果能够逆天改命 未免巴黎奥运女单冠军 将成为张仪领后女单未免第一人 男单方面 樊振东如果能够夺贯 也将成就大满贯 不过目前来看还需要调整状态 王楚清虽然还没有三大赛男单冠军 但本次比赛三线作战 状态正值巅峰 有可能直接拿下奥运三贯王 先让他们参加了 优优独播剧 которым对まだ都是 准备的 笛文学术